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说当我们用临界区解决互斥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说它是进程之间的什么 一种协商机制 那比方说我们是轮流啊 还是提出请求 那我们是上节课是以两进程为例 来描述两个进程之间如何来进行互斥的 那么当我们进程数目变多的时候 我们用临界区来解决 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 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方法 可以来实现这个互斥呢 那么我们希望操作系统 它能够从这个进程管理者的角度 来处理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持的问题 因此的话信号量实际上就是操作系统 它提供的一种对这个资源进行管理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那么信号量是在1965年 由荷兰的学者迪杰斯塔拉提出的 因为他是荷兰人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我们有时候也把信号量叫PV操作 那么P和V分别代表的就是这个test和increment 我们说这是一种左右成效的一个进程的同步机制 那么它能够实现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持 那么这个信号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说信号量我们可以代表可用资源实体的数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号量它是一个整形变量 代表的是资源的个数 就是你可用资源的个数 因为我们前面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持 可能因为进程资源的原因 还可以有这个就是推进顺序的问题 对吧 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用一些信号量 我们就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信号量的话 我们说除了这个初始化操作之外 它还有提供两个操作 而且这两个操作是不可分割的原子操作 所以一定要清楚 它是一个原子操作 什么叫原子操作 原子操作就是不可中断的 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的 那么这哪两个这个操作呢 一个是P操作 一个是V操作 那么P操作指的是什么 它首先会判断信号量S的值 是否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么如果是小于等于零 就意味着什么 说明我现在资源怎么样 不够用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S是代表资源实体的数量 那么当这个数量小于零的时候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 就说明没有资源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怎么样 就需要等待 就在这个well这个空循环 那么如果有可用的资源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访问这个资源了 对吧 那么我一旦访问以后 我是不是要对这个S的 个数要做减减操作 那么V操作就是相对的一个操作 我是对这个信号量做了一个加加操作 也就是说你会释放这个资源 那我们说在这种定义的情况下 我们存在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盲等 就是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盲等 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自选锁 那我们说在盲等的时候 CPU实际上是没有做有用功的 也就是我CPU的利用率是不高的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会有第二个这个端语信号量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这一时我们不存在盲等了 那我们看我们是怎么样 就把这个盲等取消了呢 我们看对于P操作来说 我们把这个S减减提前了 我们先对S信号量做减减操作 也就是说我要申请使用一个资源 然后我再对S做判断 当S小于零的时候 就说明什么 没有资源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怎么样阻塞 进程就要阻塞 那么对S信号量做微操作 那么就是对这个信号量做加加操作 然后呢 如果说S的值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么我们要做这个WCUP的这个操作 就是要唤醒进程 也就是说当你对S信号量做P操作的时候 如果信号量的值小于零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阻塞了 那么当你微操作释放掉一个资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如果还有等待的进程 在等待 那么我们是不是你就应该唤醒它 那么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二个 PV操作或者是S信号量的这个定义 那么在这种定义下 我们就取消了Mond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是资源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Block 那我们Block等在哪里呢 那么进一步我们又给出了另外一个 记录型的这样信号量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体 里面有两个值 一个是S信号量的值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信号量对应的一个 进程的等待对列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P操作和S操作 分别就变成这样 首先我们对这个Value做减减 然后判断Value的值如果是小于0 那么就说明这个时候要阻塞 那么要阻塞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进程怎么样 添加到这个对列上 然后阻塞 那么V操作的话就是对这个Value值做加加 然后Value的值小于等0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对列上怎么样remove一个进程 上就是话唤醒一个进程 然后把它怎么样wake up 把它唤醒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信号量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义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信号量的一个概念 我们说信号量 它是于临界区域里面所使用的公有资源 或者共享资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当我们对这个信号量做P操作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就表示说我要申请使用一个资源 而当我对它做V操作的时候 我们表示什么 释放一个资源 那么这个S的初值是多少呢 我们一般初始化的时候 它会指定一个非负的整数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 它表示的是什么 可用资源或者空闲资源的数目 那么我们说在经典的信号量定义下 也就是我们给出的第一种定义下 信号量的值是不可能为负的 因为我们都是先判断 然后再怎么样 再去做检检 它是不可能为负 那在后面两种情况下 当我们把这个检检操作提到前面以后 S的信号量就有可能是变为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S的信号量的值是大于等于0的时候 那么它表示的是 可以供进程访问的资源的数目 那么当一旦S的值小于0的时候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S的绝对值表示的是 等待使用这个临界区的进程的数目 也就是说在这个等待队列里面 等待临界区的进程的数目 那我们说有了这样一个信号量的概念以后 我们就能够来实现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来描述进程之间的这样一个互斥 假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临界资源 那我有两个进程 P1和P2 他们都要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前面我们讲 对这个临界资源的访问 必须要怎么样 要互斥的访问 那我们如何来实现 对这个资源的互斥访问呢 比如说C1是临界区 就是P1的临界区1 那么C2是它的临界区 那我们前面讲 当你要进入这个临界区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不是要做判断的 那我怎么来判断说 这个临界区当前是不是有 别的进程在用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信号量S 让它的初值是等于1的 那么当这个P1想要进入 这个临界资源的时候 访问这个临界区的时候 OK我在这个C1之前 我来做P操作 那么P操作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对这个S做减减操作 然后如果S小0的话 要怎么样 要block 那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P1要去进它的时候 那么对这个S信号量做P操 那么S现在就变成了是0 然后它就进入了什么 临界资源访问了C1 那么在P1访问这个临界资源的过程中 如果P2我也想要访问临界区 是不是在P2这边我也有一个P操作 那么刚才我们说S的值已经是等于0了 那么我P2在对S做P操作的时候 S是不是等于几了 等于-1了 那它是不是小于0了 一旦它小于0 是不是就应该要怎么样 block 是吧 那它要阻塞 那么也就说这个时候P2会要等P1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P1使用完临界资源 对S信号量做了微操作 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S等于-1 那么它在这里做微操作的时候 S又再次变为0 那我们想微操作的定义 当S小于等于0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我要wakeup 那我wakeup的是谁呢 wakeup的是在这个信号量上等待的进程 P2 那一旦我把P2wakeup以后 P2是不是进入临界区访问它的临界资源 然后使用完之后再把这个信号量再做微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S的值再次回到E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用信号量来实现了两个进程 对共享资源的这样一个护持的访问 因此的话我们前面的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用信号量实现护持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定义一个信号量S让它的出值为E 然后对于这个要访问的这个临界区 代码我在值钱和值扣分别增加两个操作 一个是P操作 一个V操作 通过这样两个操作 或者通过设置这样一个信号量 我们就能够来实现进程之间的这个护持 那我们也可以用进程 用这个信号量来实现进程之间的同步 那同步指的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进程之间可能是存在着某种顺序 某种顺序 比方说我有两个进程P1和P2 那么他们之间存在了这样的一种顺序关系 或者我们叫前驱关系 也就是说在P1里面我有段代码叫C1 在P2里面有一段代码叫C2 那么在P1和P2并发执行的时候 我们要求C1在C2开始前就必须完成 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样的要求 比方说我的P1可能是个输入进程 我的P2可能是个计算进程 那我要计算的数据从哪里来呢 可能要从P1那来 那所以因此你的C1如果执行不了 我的C2也是没法执行的 所以P1和P2之间就存在的这种前驱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用信号量来描述这个前驱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同步的信号量 S12 然后我们给它的初值是为0的 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初值是为0的呢 我们想我的P2要执行C2这条语句 当且仅当P1的这个C1执行完了以后 我P2才能够执行是吧 因此我在P2访问C2之前 我做了这样一个P操作来判断一下说 那个C1执行了没有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P操作 那同样P1执行完这个C1这个操作 它应该通知P2说我这个语句已经执行完 或者这一部分已经执行完你可以去执行你的C2了 那我怎么通知它呢 我是不是应该对它做一个微操作 做一个加加操作 相当于我释放了一个资源 然后你这边来请求我释放的资源 因此的话在这一对信号量之间 我们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前驱关系 我们可以用信号量来描述这个进程之间的这样一个同步 那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说我们解决互斥的时候 我们信号量设置的初值是唯一的 那么那个1表示的是说 我们两个进程之间共享了一个资源 资源的数目为1是吧 当然如果你共享了更多的资源 你的初值可能是为N的 而当我们用来它来解决这个前驱 或者是同步问题的时候 通常我们的初值要选为0 要建立两个进程之间的这种先后顺序的关系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